小伙伴们注意看 当蛋仔在蛋仔岛进入商店时 就会看到怪兽巴尔坦星人 他兴高采烈地出门 然后他就被揍哭了 回家你们听 那么究竟是谁把开开心心出门的巴尔塔星人 这只怪兽给揍哭了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 凶手是谁吗 众所周知 新版本更新后 怪兽巴尔塔星人来到了蛋仔岛 如果你喜欢他 那么请点一个赞 让看看有多少人喜欢这只小怪兽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 巴尔塔星人来到蛋仔岛的时候 他攻击力很强 他破坏了蛋仔岛的建筑物 并且当蛋仔看到怪兽的时候 是直接跑掉的 根本不敢揍巴尔塔星人这只怪兽 所以很显然 揍怪兽的人其实 并不是我们蛋仔岛的原始居民原生蛋仔 那么揍心高采烈出门的巴塔星人怪兽的凶手 他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 揍怪兽的凶手 故有两只蛋仔 第一只蛋仔就是泽塔奥特曼 你看他正在揍怪兽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我信你可以试试 并且 我和学姐发现 不止泽塔在揍巴尔塔星人 还有第二个揍怪兽的凶手 他就是名字叫做赛罗的奥特曼 所以说 巴尔塔星人这只怪兽 他兴高采烈的出门 然后就被揍哭了回家 其实他是被两个奥特曼揍哭的一个奥特曼 名字叫泽塔 另一个奥特曼的名字叫赛罗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